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蔡民眾拜早年 過年的時間要到了 後天就是除夕 來看這些店家做生意的情形 那一方面我們是要了解 過年這個期間這些南北貨 以及民生的用品到底有沒有很充裕 然後我們也要了解這個價格 是不是有不正常的一個波動 那我們需要能夠穩定物價 讓我們所有的鄉親在這個年節 能夠大量採購民生用品 大家一起來 顧過一個很快樂的新年 縣長與夫人一一與民眾 及攤商握手寒暄 並贈送新年福袋 受到攤商與民眾熱烈歡迎 經常喜歡上市場的縣長夫人 也趁機買了長年菜 鳳梨 冬筍等 年節應景蔬果 蔚縣長更自備購物袋並親自副帳 購物袋太好了 我們購物袋 購物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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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年遇到暖冬 冬季大中蔬菜生產過剩 交易價格欠佳 今年則是受到含害影響 不少農產品供應量減少 造成價格上揚 除了含害造成蔬菜與養殖魚類 價格較高之外 其他年節民生物資價格都屬平穩 相信大家都能走出含害影響 新的一年一定更平安更順利更如意 公益頻道許維珍、彰化採訪報導